你知道吗 其实美国富豪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打高尔夫球 他们能够活到现在 几乎都是上辈子积德 纯属侥幸 比如这对正在结伴solo的父子 娘炮儿子潇洒挥出一杆 谁知棒球被打进树林 瞬间就没有了踪影 随后二人来到林中四处寻找 可两人找了半天 硬是没有看到棒球的影子 这时小黑旁观一扫 惊意外的碎木机中发现了棒球 但他并没有通知老黑 反而贸然将手伸定机器 打算悄悄地把球捡起 然而就在这时 一堂的球杆恰好撞到了开关 当场就将小黑的右手死死卡住 听到叫声 老黑立马奔走向钢 谁知意外的是 小黑的婚戒卡住了齿轮 竟幸运地帮他挣脱了右手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 紧接着下一秒 老黑被弹出的戒指击中 当场倒地生死不明 仅仅两个小时过后 佛波勒就飞快地赶到了现场 他们立马对老人进行了抢救 结果却惊讶地发现 那煤钛合金戒指 正好被老人的肋骨挡住 幸运地保住了老黑的盒饭 而小黑的右手也在经过检查后 并没有出现任何大碍 看到这对幸运父子 就连佛波勒也不禁感叹 有这样的运气 不去买点彩票 简直就是白火 然而接下来出事的这两人 就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作死 而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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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trag感 году 爸 cycl 采 对不起 Aku 婢 African 子